全国政协主席于正升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 25号中午飞抵乌鲁木齐 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 中央代表团在机场受欢迎代表团 感谢党中央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担任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爱立更一名八海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王政委 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赵克什一同走下弦梯 中央代表团成员同期抵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等 在机场列队欢迎 代表团由69人组成 成员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 内蒙古 广西 宁夏 西藏四个自治区 和对口支援新疆的有关省市负责人等 25日中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 中央代表团团长余正生 率中央代表团出席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赠送纪念品仪式 中央代表团向新疆赠送了习近平总书记提词贺贬 国泰刘方尊等纪念品 自治区向中央代表团赠送了新疆喀纳斯风光挂坛 在赠送纪念品仪式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 一同为习近平总书记提词贺贬 以及自治区向中央代表团赠送的挂坛揭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刘延东在致辞中指出 中央赠送贺贬和方尊 就是希望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 为祖国担当 为新疆担当 团结在一起 凝聚在一起 共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央代表团赠送的纪念品共计九大项 包括贺贬 方尊 音乐器材和幼教器具 设立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基金五千万元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 爱立更一民八海宣读赠送纪念品及款项清单 中央代表团赵克什等出席仪式 下午 于正生率中央代表团成员 来到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史陵园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 并参观乌鲁木齐烈史世纪陈列馆 于正生等认真听取讲解员介绍 仔细观看陈列的一件件珍贵照片 历史资料和文物 不时驻足询问一些历史细节 宝贵照片